大家好我是小丁 苗花糖咱就住回来几个月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也一直是在小院照顾的 大家也知道 其实他的话最开始 带回来状态极其的不好 然后咬人 给他吃饭 不敢去吃 应该之前受过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比较害怕 然后在小院经过咱的一个照顾 天天的给他弄好吃的吧 精神也是有所缓解 但目前来说 大家能看到狗狗的一个状况 比之前是好多了 但是还是有些害怕 包括我在坐在这边 能够感受到他还是有些紧张的 平常的话 你像在笼子里面 也是比较胆小 还是比较胆小一些 但是我相信的话通过时间 狗狗他的一个状况能够 慢慢的去抚平 通过咱的这个照顾 对不对 能够慢慢的好起来 不是 包括现在 刚才给他弄了几个活力厂吃的 也没事 情况是挺好的 还得长时间的一个照顾 在那小院好好的生活 这样就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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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了嘛 是不是 还是得这样的去照顾的 他知道你对他没有什么恶意 然后慢慢的一个状态就能改变过来 对对不对 但是我感觉他还是紧张 血也想吃 你看 搞上来就是又想吃又不敢吃 然后慢慢慢慢的才敢吃 倒是不要了 对 看看 没事 行 还好 还好 我好像只要点出来 我认为你不想吃 我都会想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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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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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